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8日星期三的第三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澳洲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澳洲內政部秘書長佩斯洛 在一份聲明當中提到 說澳洲已經準備好為自由而戰 有澳洲媒體分析 他這番說話其實是針對台海局勢而言 第二宗消息 BBC昨天出了一篇報導 他們揭露 原來中國針對澳洲的經濟貿易制裁措施 成效相當有限 因為 澳洲已經能夠找到替代的市場 反而中國有從其他五眼聯盟國家的樹進口貨品 以填補 因為抵制澳洲而造成的空缺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 澳洲內政部秘書長佩斯洛 他那篇聲明是說什麼 根據澳洲人報的報導所說 佩斯洛在澳紐聯軍紀念日的聲明當中提到 澳洲必須要爭取和平 但是 就絕對不能夠 以犧牲澳洲寶貴的自由作為代價 今年的澳紐聯軍紀念日 正值澳紐美安全條約簽署70週年 對於我們今天所懷緬的犧牲者 至少我們能夠做到的 就是以他們過去所展現出來的同樣決心和責任感 為同等的挑戰做好準備 他在這篇聲明當中 特別是有提及到 默克阿瑟將軍 以及艾森豪威爾總統 他專門說這篇聲明出來 當然 吵詞也是相當鷹派的 甚至還引起了在野工黨的批評 說他對於一些有可能發生的潛在衝突 就應該採取更加謹慎的語言 他明明就是內政部的秘書長 為什麼會說到一些有關戰爭的範疇呢 其實他這篇聲明 都有多少考牌的成份 因為澳洲政界盛傳 他有機會接替做國防部長的職位 而他這篇聲明 亦是幾明顯地 回應在上星期 現任國防部長達頓所說的一番說話 達頓在上星期就提到 說 絕對不能輕視 中國在台海開戰的可能性 他說澳洲必須要現實地看待 中國在地區上 日益加劇的軍事化 他說沒有人希望看到中國 和台灣或者任何地方之間發生衝突 但是澳洲絕不應該輕視 他認為 中國對於統一問題一直都非常明確 澳洲將會和盟友合作 努力維護和平 這就是達頓所說的說法 所以澳洲人報就認為 達頓的這番台海有機會開戰論 和佩斯洛所說的 澳洲已經準備好為自由而戰論 是互相呼應的 我也認為是 因為佩斯洛 純粹沒有將中國 放在一篇聲明裏 才寫出來 但是佩斯洛想表達的意思 明顯是指控中國 已經影響到地區和平 和勢力軍等 如果真是由他來 坐正做國防部長的話 一旦台海真的出現軍事衝突 我估計 澳洲會插著腳 的機會又增加了 其實在上星期 國防部長達頓還說了一些說話 他特別提及到 在2015年 澳洲的北領地政府 跟中國一家的企業 簽署了一份 價值5.06億澳元的租約 這份租約 是指 北領地政府 要將 達爾文港 租給中國 山東南橋 集團 99年 達頓就說 目前 澳洲政府 重新審視 多項和中國 簽署的協議 包括了 就是這份 達爾文港的租約 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取消了這份租約 當地的媒體都認為 澳洲政府是很有可能 結束這份租約 到底會不會 將這份 99年期的長租約 當成是一張歷史文件 去看 如果會的時候 其實是很嚴重的 分分鐘還會引發骨牌效應 因為澳洲如果他們這樣 單方面 違約都可以 其他那些一帶一路國家 可能 就會有樣學樣的 所以現在就看澳洲究竟 他們會不會 繼取消維省一帶一路協議之後 再取消了這份 達爾文港的租約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BBC在昨天的一篇報導 他們就檢視了 中國抵制澳洲的一些措施 究竟 那個成效是怎樣的 發現原來 中國想做到 殺雞儆猴的效果 不是很好 為什麼呢 一來 澳洲很多的貨品 已經找到替代的市場 並且 回復到 被中國抵制之前的出口水平 另外一個就是 中國在抵制澳洲之後 所找來的一些替代供應國家 有不少 其實都是五眼聯盟國家 包括了 美國 加拿大 紐西蘭 現在我們逐樣的產品來看 比如說大麥 大麥就不同 小麥 每次一說這件事 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小麥 不是小麥 是大麥 小麥的種植 需要精耕細作 要花很多的工夫和時間 至於大麥 就是很粗生的 小麥一般都是用作給人吃的 至於大麥 人吃都沒有不行 不過一般 少些人吃而已 多數會用作 畜牧業的治療 或者用來釀酒等等 有這些用途 所以區別就在了 大陸就說要抵制澳洲的大麥 在去年的四月 澳洲原本出口去中國的大麥 大約是值1億3000萬美元 在一個月之後 就跌到只剩6400萬美元 但是來到今年的二月 出口價值已經回升到 1.9億美元 比中國懲罰澳洲之前是更加多的 澳洲已經找得到體代市場 完全取代了中國 好了 大陸不向澳洲買大麥 找誰買呢 原來找了加拿大 以往加拿大出口的大麥當中 有七成都是運到中國 現在這個比例 就進一步提升到九成 除了大麥之外 原來煤炭也有同樣的現象 從去年九月到今年二月期間 中國從加拿大進口的煤炭價值 增加了四倍 這個數字當然是很誇張 因為大陸有一期 不知道是沒有炭用 還是怎樣 但是死都不肯恢復 從澳洲進口 原來就向其他的五眼國家加上手 好了 除了大麥和煤炭之外 棉花方面又怎樣 在去年十月 澳洲出口到中國的棉花 價值就是 3400萬美元 去到今年一月 跌到剩下64萬美元 即是跌了九成八、九成九 好了 但是澳洲的數據顯示 去到今年二月 澳洲已經完全找到了替代的市場 原本出口到中國的棉花 分別出口到越南 印尼 印度 和泰國 完全擺脫了對中國的貿易依賴 中國現在進口棉花 原來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棉花的最大買家 在今年一月 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棉花總值 是兩億一千萬美元 遠遠拋離第二大買家越南一倍 所以 中國抵制澳洲 其實 就變相是益了其他的國家 連五眼聯盟的國家 都有份來享受這個紅利 至於 牛肉方面又如何呢 澳洲去年的牛肉的整體出口數字 都是不斷下降的 但是不只是對中國下降的 對日本、韓國、美國等的主要出口市場 都是下跌的 為什麼呢? 這個純粹是因為 當地的畜牧業是受到了 罕災的影響 導致牛群的數字下跌 所以這個就是 天然災害的問題 跟中國的抵制 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 到底 中國 對澳洲所實施的 貿易制裁措施的成效有多大呢? BBC引述了一些 自副組織的人形容 說是雷聲大雨點小的 殺雞警校的效果 不是那麼大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